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速递 Meta终于在这两天开始推出Quest 2 V41系统 正式引入了Meta Horizon Home这个社交主控室 倒是我自己是并没有成为推送的第一波 就没有机会给大家时机展示了 根据Meta的形容 目前Horizon Home的整体功能还是属于早期访问版本 后续还会逐渐更新往上 现在拥有这个功能的用户 可以邀请朋友和家人在VR里一起到自己的主控室玩耍 包括空间化的语音交流 协调并集体启动支持Horizon Home的多人游戏 以及一起观看Oculus TV上面的流媒体视频内容 可能有人因为网络的原因 没有经常体验Oculus TV上的视频 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Oculus TV是窗口化的 它并没有像其他VR视频播放期那样 会离开主控室跳到另一个程序 而是依然处在客户桌面里 当你点下一个360度或者180度的视频 你的主控室背景会无份的开始播放视频 也就是相当于你的主控室背景直接被覆盖掉 所以你依然可以在360度视频播放时 进行主控室的点位移动 大家应该都知道Core2的窗口化主菜单界面 按下右手柄菜单键就会隐藏掉 只有在主菜单隐藏的情况下才可以在主控室移动 其实这个服装式的菜单界面也很重要 当我们玩VR游戏时Core2的系统按下菜单键会保留游戏的画面 菜单界面是叠在上面的 但是国厂的VR一体机比如Pico YBR 它们都是直接退到主控室就会比较割裂 说到这两点主要是之前有人会问 为什么Meta是直接做社交主控室 而不是另外搞个叫Meta Home 就像Pico Home一样的应用 其实关键就在于无份这两个字 只有直接把主控室做成互联网上的社交空间 才能加强这种虚拟世界也是另一种现实的临场感 甚至将来还能做一个访客空间 就像现在社交媒体的QQ空间 个人主页 朋友圈这种VR空间化之后 不需要邀请 别人就能来看你精心准备带有个人特色的公开化 空间区域 包括说未来菜单选中一个游戏 在还没点确认键之前 就能直接360度背景无份 变成游戏里的画面 做一个视觉效果的预览 就能直观地感受到这个VR游戏会是什么样的 这都是未来能够构建出一个真正的VR操作系统的简体 不过稍微有点扯远了 让我们回到V41系统上 这次更新还有一个对用户很有帮助的提论 就是在设置中添加了一个新的选项面板 可以让用户自行设定在游戏应用库里 所使用的过滤器选项和排序方式 COS2最离谱的一点 就是被卸载的游戏或者应用会跟无事发生一样 依然跟已安装的游戏混在一起 然后菜单一打开永远先显示全部游戏 有了这个设置之后 终于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排序了 同时Meta也改进了在Windows 11系统上 使用Link和AirLink的性能和稳定性 说是这么说 但是Windows 11推出以来 创流的问题层出不穷 所以即便现在说有改进 但我还是不建议大家非必要去升级自己的电脑系统 还有一个对于我们国内用户无关紧要的升级 就是更往上的家长监督机制 家长可以远程通过Oculus的APP决定是否批准孩子启动游戏 如果这个孩子建立了自己的账号 家长可以查看他们所拥有的游戏和应用 以及每天使用游戏的时间 甚至查看他们的好友名单 如果孩子试图买游戏 家长会直接收到购买通知 家长能够直接阻止自己的孩子 企图通过创流来玩PCVR的游戏 说到这里Meta官方的演示 也出现了在Curse 2商店里的阿斯加德之路的游戏页面 外网很多人说会不会是在暗示阿斯加德之路要移植到Curse 2 其实不是的 很多人都忘记了曾经有这样一条新闻 就是之前Oculus计划把创流功能直接整合到Curse 2的界面 也就是直接把PCVR游戏库直接带入Curse 2的商城菜单里 就跟展示原生VR一体机的游戏一样 这应该很好理解的 无非就是在PCVR游戏上面多一个标识来显示需要创流启动 当玩家启动PCVR游戏的时候 会直接默认以创流的方式开启 这其实是一个好的想法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正式实施 而这次阿斯加德之路出现在演示画面里 主要是因为Curse 3商店和Rift商店的心愿单 是互通的 只要你在Rift商店添加了某个PCVR的游戏 那你就可以在Curse 2商店心愿名单里看见它 最后是Samelea对V41固件进行数据分析 所发现的几个新功能的状态更新 之前被传15月份就要更新的官方录屏规格的升级 终于有了新发现 除了常规的视频特律有多种选项外 还会提供第一人称视角的稳定功能 就跟前不久LIV在PCVR上提供的稳定功能一样 还有就是大家久等了的自行选择 左眼还是右眼输出画面 当然选择更高质量的内录视频效果会影响玩游戏的本境性 不过这样玩上的内录视频选项设置 对于我们这种UP组来说还是相当有用的 接着Samelea还发现了设定 二级Meta账号和手势追踪模拟手柄控制器的实验性功能 前者说明新的账号系统已经只差临门一脚了 最慢在下半年的Connect大会上 帮随着Code 2 Pro的发布会正式启动 而后者则说明手势追踪的功能还在进一步往上 确实以现在手势追踪2.0的状态 在交互上其实已经可以有更多的手势触发 如果我目前就期待V42能够更新视频录视升级就已经很满意了 这样一来我就再也不用在录视频前还要去临接电脑设置了 省心又省力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承受 是有陪着VR承受LoadingVR载度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点赞 投币 转发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